長者收股息 現在是5點05分 收了市一小時 今天連升兩天 也要有些紀律 如果你有看我這個頻道 升市 看看有什麼股可以減遲 加一些現金 3點54分的時候 1點 99 就沽出了這個 減遲 1503 我最近期的加倉 就是9月29 9月29日 1.78 買入了3萬股 那時也跌得幾多 現在的房託 慢慢復甦 1.99 我看到這隻 反正我的倉還有 減遲了 減遲了它 純粹是一種 自己的自律 來的 就是 股票升了的時候 現金的比率 就下降了 就不是說 錢少了 因為股票 貴了 股票貴了的時候 整個 組合來講 就變成股票的錢 多了 現金就少了 我自律 買回一些 股票有什麼適合的 減遲 我其實 臨尾還想減遲 1373 我下了命 但已經足夠了 也做不到 即是 1373 去到 8個 2.84 2.84 我都做不到 不要緊 下一個交易 如果下一個交易 跌的時候 就要看有什麼 購買 這個機制 就是 令到你 賺錢的機會 多些 快來看看 我早幾天 都關注的股票 例如2電1煤 煤氣 今天又升了 4.8% 升了4.8% 去到 穿了7元 穿了7元 就是第二個台階 這些股票為什麼呢 它升了 一兩天好 它會回回 原因 應該有兩點 第一 就是 有些人 套著一隻蟹 蟹貨去到某一個階段 它看到 升得很好 它就 因為摘得太久了 它想鬆綁 它就 吃虧少一點 賣了出去 這樣 就會回回 慢慢 就叫做 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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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一些股票 從蟹貨走出來 然後 第二點 就是 以前已經賣了 那些 在它不派股票的時候 已經賣了出去 那些 基金 那些 機構投資者 或者散戶 賣了出來 那些 如果它跌到這個位置 又看到多好走勢 它看到 它跌少少 它又會湧回 又去買 如是者 就會大家 在那裡 交著了一輪 如果看哪邊 強手 即是哪邊 扯大籃 看哪邊 扯得夠力 它就向哪邊 事實上 在過往這三個禮拜 來講 這個煤氣 就是 做了這個現象 煤氣 在這個 今天 有一支 很明顯的洋竹 但它昨天 有一支 小陰竹 跌一些 早兩天 就升了 今天 跌一些 然後又再升上去 這個現象就是 所謂拉鋸 看貨物最終走入強手 就會拿著它 等它派息 等它屬於業績 這支股 近期確實是 多人買的 它的RSI 是貼近超買的區間 但我看到這支股 如果你 在10月至12月 這段時間 任何一段時間 買 現在都有利潛的 但是如果你 較早之前 買了的 那些 就 如果你 在8元 左右買 也不用怕 它會慢慢 向一個 我認為它 公道的價格 應該會在 8元 左右 在這段時間 除淨了之後 沉底之後 走了一段時間 它事實上 曾經 去回 7.9 試過 去回7.9 但有些鷹派言論 出來之後 它就跌了 慢慢回復 回復 我猜它今年的派息 都是3.5元 別管它有沒有故事 送 這些獨屎生意 始終都有價值 在這裏 再看看 防托 版塊 仍然有得升 2.1枚 防托 是這一輪 升得比較好的 傳統股 之前升得少的 雲庫 今天升多些 月秀 這麼差的股 也升了6% 不知道什麼事 說 買盤是明顯多了 智庫 先前升得少 現在就升了 楊剛又升了 冠軍 招商 我今天出貨 今天減少了 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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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以股代息 它會給你50元 多一點 希望你拿到股的時候 拿到股的時候 就 價格也是高 那你就很開心 如果你有懷疑的話 例如你打算送 一千股給你的 你現在可以先賣一千股 先花未來前 現在五十五元 多好 賣了先 賺了五元 但如果你收股息 的話 在月尾的時候 過新年 有筆錢 去娛樂一下 就多好 其實沒什麼所謂 長遠計租 收股息 是比收股好 很多例子 包括這隻 這隻 會言 長期收股息 比收股息更好 還有匯豐 匯豐 你長期收股息 比收股息更好 另外一類 復常概念 非常濃厚的股息 就是 北黑遠東 752 我上一次 講這隻股息 是1.19 很短時間之前的 你用這個 752.hk 來搜尋我的頻道 你就知道 我上一次 第二次講這隻股 現在升上去 第二個台階 快升上去 過二 過三 那些 我看高一點的 這隻股 因為復蘇之後 很多活動 它就會收入好 收入好 它會派多些息 這樣 我期待 它去美其息 看看派多少 今天主力 探討一下 浙江護航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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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都有海貨 5.95 現在升5.95 今天升0.1% 那樣 看回走勢 近期 有個升幅 現在開始 平頂 那樣 我覺得這隻股 本質上 有了改變 為什麼呢 浙江護航湧 如果你有留意 它有一個公報 就是用7億人民幣 收購這個 截商 保險 15% 7.9億 其實很少 但是 7.9億 它有多餘錢 為什麼不派給股東呢 我留意到 這隻股 本質上有些改變 好還是不好 以後再評論 因為我現在都不知道 好還是不好 因為它現在 一向 在幾毫子一股的時候 它是一隻公路股 來的 做公路 即是 收費公路 收費公路 這樣 它整一下整一下 這些股 慢慢升 升到 它又買入 那些券商的股 都是折工 那些券商 那些券商 現在又買入 折商保險 保險公司 折商保險公司 不是差的資產 是有錢賺的 但是為什麼它會這樣做呢 從好的想法 就是這樣 中國的公路股 就是面對著 即是面對著一些情況 就是 如果國家繼續富裕 那些公路 它隨時可以 行政手段 不收費 都可以 以中國來說 或者 有什麼 民生問題 我要 減費 或者 免路費 一個月 這樣 用來 慰問 都可以 即是 長遠計數 公路股 什麼時候 都面臨著 一種風險 不是 現在會發生 即是 長遠計數 未來有可能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看看香港就知道 只是幾條橋才要收錢 那些隧道要收錢 那些路是不收錢的 那麼 中國的經濟慢慢好的時候 人民的訴求 也都 一定會出聲 你的路已經歸本了 為什麼再收錢 那些地是國有資產 中國是這樣 所以呢 如果一隻公路股 那些金融方面的資產 他都幾有主題的 他 大約七八年前 他注入了一些 折商 股票行 那些資產 都有錢賺 都有錢賺 但不是說 長期都很穩定地賺 有時賺多些 有時賺少些 現在他又注入一些保險公司 他現在已經變成一隻 叫做投資控股公司 一隻 Investment Holding 的公司 不再是一隻純粹公路股 所以 率先改變性質的公路股 應該就是這隻 第二隻呢 我看就是 會是 深高速的那些 那些 他會改變的 不知道是不是趨勢呢 不知道是不是趨勢呢 那我就不動 反正我擁有了這隻股很久 那就是 講一講 讓大家了解 如果你是 喜歡一隻純粹的公路股 就是容易計算的 車多 就錢多 人多 車多 經過 經濟好 他就自然 多生意 這樣就可以計算得到 就是派息會派多些 那如果 現在 注入幾種不同的資產 的 類別 即他又有公路 又有保險 又有券商 就變成了 難以推測 不是說他不好 有可能 去這個 是一個 好的步驟 為了未來 將來自己 更好發展另一個步驟 但現在就未顯露出來 所以我覺得股價長期都會在這個水平地徘徊 未有什麼突破 但也會有色派 也會有色派 但已經不再是一隻公路股了 今天的訊息就是 五七六 浙江湖航已經不再是一隻公路股了 在板塊上面 我傾向剔除了 我不當是一隻公路股來處理 他可能會有另一種股票價格的走勢 或者另一種派息的比率 就要慢慢觀察 我會留住這隻股 因為他實在曾經帶給我相當好的回報 這隻公路股 再講講澳門股 澳門股升得很好 做事很厲害 你來旅行吧 每名旅客 資助你四百元澳門子 我只帶一萬個過來就四百萬 我只帶一萬個過來就是四百萬 就是四百萬 是不是四百萬 不一定是要花多少錢 看看這個字面 所以澳門搞旅遊業的力度和創意 是相當不錯的 是差賺的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令人聯想起澳門的旅遊股 豪島股 自然聯想起 所以這個板塊升是有原因的 我最近留意到的現象就是 美國大行不停唱衰美股 唱衰自己 幾家銀行都是這樣 舉例 美式可能不見頂 然後 摩根大通 即是細摩 細摩又說 利息會上調至6.5 創22年來首件劃 可能 那些唱衰的話 美國會衰退 美國股票不行 又有25%跌幅 即是 各個大行都出來說 你想一下 情況即是什麼 大行的投資部 研究部 都知道這樣說 你說他的投資部門 知道嗎 當然知道 即是說大行已經走貨了 已經 你現在留在那些 拿了貨的 是什麼呢 是被迫拿貨的 長創 那些 退休金 那些就慘了 散戶 散戶也不是多的 即是在美國 外地的投資者 就 糟糕了 即是我很相信 那些大行出來說 唱衰的話 那些大行早已經走貨了 已經是 減遲了 那些大行的錢去了那邊 走來亞洲 走來香港買澳洲錢 買這個 不是澳洲 買這個 亞洲那邊那些股 那他們就 留一些拿著貨的在那裏 在那裏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對於亞洲這一方面 或者香港 中國這一方面 那個 看法都是 暫時來說比較樂觀的 應該 12月已經看到 都不是說西升東降 即是 東升 西就 打橫 這樣的現象 我期待著這個港交所 看看如何處理人民幣櫃桌 看看人民幣的股 走過來買 香港的股 香港上市的股票 看看那個情況如何 如果是成功的話 這些AH股的差價 有可能 拉平的 所以我還是 留意著AH股這個板塊 今天講到這裏 周末我就休息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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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